全球多款新冠病毒疫苗 逐步进入临床试验第三阶段 初步定价也浮出水面 首相过去也一再强调 一旦疫苗面世 全球所有国家和人民应当取得 不会边缘任何一方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凯里说 政府有可能在明年初 敲定疫苗的采购选项 凯里今天推荐我国首个纳米无线充电器后提到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 已经和卫生部财政部以及总检察署 商讨新冠疫苗的法律及采购模式等课题 他预料全球将在今年底 分析多款疫苗第三阶段临床试验数据 政府如今和国际制药公司直接洽谈 无需通过全球新冠疫苗计划COVAX 以便能直接获得疫苗供应 凯里补充 我国向中国采购疫苗的协议草案 也快完成 他会要求政府尽快与中国敲定协议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